NOW YORK 現在的時間是上午10點51分 國際報時是由瑞士天梳鏢贊助播出 各位我是黃麗光 歡迎收看這節新聞 占領行動第20天 旺角夜晚再有衝突 看看旺角現場 警員與邵威姐仍對視 也在中間駕起了鐵馬 大撲批架防暴警察在維持秩序 他們一致排開 以防示威者衝擊防線 而旺角有示威者晚上搬走警方鐵馬要求開路 警方一度施放胡椒貧忙 晚上7點多 有示威者突破警方風鎖線 企圖佔據一段尼敦道北行線 部分示威者搬走警方 在行人道架設的鐵馬 放到馬路中心 警方驅趕示威者上行人路 不希望車路受阻 有示威者在警告之後沒有離開 警方出示紅旗 警告集會人士停止衝擊 之後多次釋放胡椒噴霧 多個示威者被胡椒噴霧噴中不適 亦都有人在事件中受傷 被警方帶走 警方之後增援 戴上頭盔 和配備盾牌的防暴警員到場驅散示威者 警方發聲明指在旺角尼當道 近雅街老街非法霸佔南行線的人士 企圖進一步霸佔北行線 有關人士故意堵塞主要降渡 期間並和警務人員推撞 衝擊警方防線 有警員更加被推倒在地上 警方已經當次發出警告 包括展示警告橫額 並施放胡椒噴霧 以制止這些妄顧公共安全 和公共秩序的行為 但有關人士拒絕聽從 批評他們的行為 危及自己和他人安全 呼籲在場人士保持冷靜克制 盡快離開現場 而初步有三個警務人員受衰 分別是頭部受衰 右鍵脫教和手部受衰 警方重申如果有違法行為 會果斷執法 賀聯發表聲明提出 和政府在下星期三線對話 同時說警方連續當日 在各區進行清場行動 質疑政府態度反覆 動搖雙方對話的基礎 政府一邊口言對話 一邊清神清場 足以證明 政府的鷹甲兩派相爭 態度分裂 我們僅作出以下的呼籲 香港人 我們必須力護佔領區 團結力量 不失陣地 二 港府 必須有星期三前對話 不得再拖延 三 政府 勿再立場反覆 令雙方都有對話基礎 立法會主席曾玉成表示 不希望警方在旺角 拆除障礙物的行動 會影響政府和學聯對話 希望不會有影響 特別不要因為有一個誤解 譬如 政府的某一個行動 讓學聯方面理解作為有什麼意圖 所以我覺得在正式對話之前 大家保持一個溝通 聯絡 這是很重要的 政府的態度是不會因為準備和學聯的對話 對所謂清不清場的問題 會有什麼特別的考慮 我希望這方面政府和學聯都有一個 大家有一個理解 不要讓任何東西影響了雙方 能夠盡早實現的對話 最後看看天氣 雨測天成乾燥 氣溫介乎23至28度 吹黃腕偏東風 風濕間中清淨 現時氣溫是25度 相對濕度72% 環保署公佈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一般監測站和路邊監測站 都是中至高的水平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消息 MING PA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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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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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